你见过这样杀猪的吗? 视频里的这头被打晕的大肥猪 正在被几个大汉托上火腿上 这到底是杀猪还是烧猪呢? 原来这是农村特有的杀猪方式 这么壮观的杀猪方式还第一次见 看着白白的大肥猪被托到火腿上 不免还有一点残忍 这头肥猪是一位大叔养了很久的 因为自己家里面要办喜事 所以才舍得拿出来款待大家 但是大叔不会杀猪 所以只能重金邀请当地的杀猪先生来帮忙 没想到这位先生的杀猪方式如此的简单粗暴 大肥猪在火堆上面烧着 它们留在下面大火烧起来 而且用的还是一些很容易燃起来的树叶子 用这样的树叶子烧 火一下子就旺盛了起来 最靠近火的一点猪已经被烧黑了 瞬间从白猪变成了黑猪 还好猪已经提前被打听了 这才感受不到痛苦 把大肥猪反个神 让猪的另外一边也一样烧成黑糖 大火继续烧起来 看看这斗在烧的猪 就像烧膨胀的一样 这一边在烧的时候 还需要用锄头在一边刮一下表面 这锄头应该是用来挖地的吧 果然是在农村 锄头都搬出来了 大家都很慢力地处理猪 因为养这斗猪的主人也说 这斗猪得有400斤种 就算煮熟了 一人分一斤也能分给400个人了 在农村 一旦有席事的时候都会一起来帮忙 所以现在大家都聚在一起烧这斗猪 就这样烧上10分钟左右 火已经熄灭了 随时此刻看看这猪都被烧裂开了 表面乌黑 让人没了食欲 裂开的位置倒是能看到猪肉是白色的 负责杀猪的先生就拿来了水管 先是往猪上面喷上一些水 简单地冲洗一下 随后就拿出来了他这把砖用刀 用刀开始刮干净这表面的黑毯 因为烧的太干了 所以就需要一边冲水一边刮 才能把表面这层东西刮下去 尤其是猪头的位置 更是要自信 据说今天这位杀猪先生的身价可不便宜 就这么简单的处理猪 就要收费不少 不过看了前面的过程 你觉得这杀猪技术值多少钱呢 杀猪先生还自称自己这技术值一千块呢 不过这猪的主人可不会给这么多 刮上几分钟 这猪就没这么黑了 不过这上面却了一块猪皮 据说是有讲究的 在当地农村 就是要在背上切开一块 才是对猪表示尊重 杀猪的人今天带着猪手过来 所以这出力的时候还是挺快的 不过猪的表面还没完全刮干净 就开始开膛破肚了 他们把猪四脚朝天 随后在中间切开 一人扯一只猪脚 这样就非常容易把肚子偷开 这时候的内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出来了 很快这猪肉就被按刀部位切开 当地人没那么多讲究 直接在地上挥一张塑料袋 随后每个人各撕其直 用刀切成小块的 吃的时候基本都是采用大锅炖的方式 卖相看着不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正宗的农村美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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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